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 中国官媒大肆宣传习近平向女性发出的节日祝福 然而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无数女性却为民主和人权牺牲自身的自由 成为女性政治犯 在国际妇女节之际 人权组织发起不同行动 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女性政治犯 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忘记这些勇敢可敬的女性 以下是本台记者吕希 发自伦敦的报道 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习近平日前在两会上向全国妇女致以节日祝福 这番说话在3月8号国际妇女节的这一天 被中国官媒大肆宣传 但不少女性人大代表向习近平鼓掌的同时 却有大批女性政治犯身陷牢狱 中国大陆良心犯资料库 从19年起收集中国良心犯的资料 截至当下已经有超过2600名 当中有1300多名是女性 也就是竭尽一半 而最新的一批中国女性良心犯 是因为参与白纸运动抗议活动 而被捕的女性抗议者 在国际妇女节之际 中国人权以及美国笔会等25个人权团体 联合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 要求释放被捕的白纸运动女性抗议者 曹子欣 李思琪 李元静和翟当瑞 并要求撤销对他们的所有控罪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所 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被捕的白纸运动抗议者当中 不少都是女性 她们都是行使中国宪法服务的权利 而被中国政府秋后算账 白纸运动我觉得跟以前非常不同的 除了就是说是年轻人的抗议以外 另外就是女士的 她们的参与是非常令人敬佩 她们表现出的这种勇气和爱心 都是一个正常社会中间 应该有的 这四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生 和大批北京市民一道 当年乌鲁木齐大火的死者 并抗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 而相继被公安刑事拘留 她们已经被当局以寻心之事正式批捕 面临最高五年监禁 而昨日北京把高压管制搬到香港 港府也把越来越多的女性抗争者送进牢狱 在国际妇女节之际 香港自由委员会把香港女政治犯的影像 投射在纽约摸天大厦的外墙上 当中包括被囚禁超过700天的香港记者何桂兰 前立法会议员毛蒙靖 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以及学生主持前成员黄婉玲和朱慧莹 香港自由委员会政策 以及倡议主任徐颖婷向本台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 女性再求者的比率却是全球最高 更包括大量女性政治犯 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其实女性政治犯正面对不同的问题 其中的一些活动人士存反应 她们在狱中遇到歧视或不平等对待 这应该受到关注 我们也应该继续记得 这件事一点都不平常 香港自由委员会也在国际妇女节 推出政治犯治疗库 呼吁西方领导人 关注香港和中国的女性政治犯 自由亚热台的记者 旅西英国伦敦报道 德国大众汽车在新疆设厂十年 但人权问题一直是敏感话题 而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特 近来视察了新疆厂 在和7名员工面谈后 对外表示新疆厂区没有强迫劳动的情况 然而正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期间 布兰德斯特的此番言论引发关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如火如荼召开 英国外相齐湛明就曾经点名新疆 去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曾发表报告 揭露新疆存在任意拘押 酷刑 强制绝育及破坏宗教场所等证据 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其证明的这些话根据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米歇尔巴切莱特2022年公布的新疆人权报告 48页文件查核核实了再教育营的存在 更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也让原本就饱受争议的大众新疆厂再度成为众矢之地 因此中国区总裁拉尔夫布兰德斯特 在2月16、17日前往乌鲁木齐市考察工厂得出结论 认为该厂区没有强迫劳动侵害人权的迹象 但正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期间 新疆维权人士质疑他的动机 很显然大众CU这个言论是在公开的支持 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因为中国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 迫切的需要国际知名的一些企业 能给中国提供外权表白自己的机会 整个厂区将近240名员工布兰德斯特强调 除了参观工厂 更与7名员工在没有政府部门监督下进行深入交谈 其中也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 因此认为新疆厂和中国其他合资公司的工厂并无差别 但人权工作者认为只靠交谈就得出没有强迫劳动的结论 这说法不能让人幸福 整个在大众汽车工作的个人 他的家属可能都有被威胁 所以他的工人讲的话并不代表实质的真实的状况 在一个讲话没有自由的地方 他的话我们都必须要存疑 存疑的不只是人权工作者 根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报道 大众监视会工会要求 认为管理层必须明确解释在该地设厂的作用 清楚说明新疆厂区当前和未来经济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毕竟大众汽车和中国上汽并未在乌鲁木齐生产自家品牌的汽车 而是为了其他工厂进行技术考核 我们强烈的会议德国政府必须加大对于大众汽车的压力 以确保该集团遵守德国的工营联法 和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标准 在乌鲁木齐设厂10年 大众汽车在德国就饱受批评10年 期间德国金属业工会曾要求大众从新疆区撤出 2022年德国一份民调显示 67%的受访者支持关闭新疆厂 甚至明镜周刊都曾披露 德国联邦政府已经拒绝为大众在华新投资项目提供担保 但这些都还是动摇不了大众汽车的决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郭晨器维也纳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常伟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自开审以来 庭审一再拖延 律师多次要求会面都被阻挠 有法律局人士谴责当局违反司法程序 并怀疑另有隐情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常伟平被关押在陕西奉献老家的看守所已经接近两年 他身在美国的妻子陈子娟表示 自案件去年7月不公开审讯 当局一直拒绝让律师与丈夫会面 陈子娟担心当局不让会见与丈夫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关 去年他还是有便血 高血压 静脉曲张 肩颈疼痛 腰椎疼痛 因为这些都是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 让他长时间的坐老虎凳啊这种的产生的这些后遗症 可能他们会觉得不想有不好的消息爆出来 2019年年底 常伟平参与维权人士发起的厦门举会 先后两次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期间曾对外披露自己遭受苦刑 2021年他被保机市公安局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 同年7月案件开审后 当局一再延期 陈子娟相信当局这样做另有目的 一个是让他认罪 另外一个的话降低国际关注度嘛 案件拖的时间越长的话 案子的关注度就会下降 任权旅士吴绍平则谴责陕西当局 违反司法程序 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后 没有做出要退回警察警官 补充政材这种决定 因此从实践上来讲的话 他这个证据已经关门了 因为他已经审理完了 一定要依据信用的证据 做出判决 将一个案件延期审理 并且以各种理由刁难律师 不让律师费见到常伟平 当然是一种违法司法程序的一种行为了 厦门聚会案另外两名主要涉案人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 以及维权律师丁佳系 去年6月曾在山东林仪县秘密受审 至今仍未宣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湖北武汉东风汽车集团 近日以大甩卖的方式出售旗下的四驾车 多款车型半价出售 而当局动用财政补贴给消费者 引发居民的抢购潮 目前湖北有上千家汽车企业的上游企业 面临生存危机 以下是记者谷婷的报道 近日湖北省政府推出的购置汽车大额补贴 其中东风汽车集团的私家车 如标志 血铁龙 日产等热门车型 大幅度降价约五成 地方政府动用财政补贴 以车企联合补贴给客户最高9万元 这项销售策略 引发抢购东风车的风潮 相关话题引发热议 武汉私家车用户孙南生本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从东风汽车集团员工处得知 东风C6车型已经收庆 他说 据时代财经报道 近日总部位于湖北武汉的东风汽车集团 开始向省内消费者发放大额购车补贴 东风日产等多个品牌热门车型 全系将价优惠 另有政府以车企联合补贴达9万元 有销售人员表示 售车门市一天内就卖出了200辆雪铁龙C6 部分车型3月6日起因端货而停止接单 孙南生说 上周他开车经过东风汽车停车场 汽车产业是湖北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2021年湖北汽车产业营业收入 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14.1% 湖北聚集了25家头部整车厂 1400多家零部件企业 1578家汽车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孙南生说 如果本地车企倒闭 除了工人失业 还牵扯到其他行业的生存问题 河北汽车业内人士马先生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东风雪铁龙等中国汽车售价 高于外国同类车型 此次汽车降价 当局仍有盈利空间 他说 2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称 2023年1月汽车产销环比同比均呈现两位数字下滑 月产销分别为159.4万辆和164.9万辆 环比分别下降33%和35%左右 同比分别下降34%和35%左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庭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7号公布今年1-2月进出口数据 与去年同期相比都呈现衰退 其中除了对东盟仍然维持成长外 对台湾的贸易衰退幅度高达2成8 有分析指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关键零部件都来自台湾 而随着美国制裁范围扩大 数字所显示的不只是中国贸易衰退 更是科技大幅衰退 今天白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安美元计价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进出口总值下降8.3% 其中出口下降6.8% 进口下降10.2% 根据数据显示 前两个月 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贸易增长9.6% 与欧盟贸易居于第二 但是下降2.6% 美国则为中国第三大伙伴 贸易总值下降了一成左右 台湾的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郑正炳对本台表示 从中国对美、欧、日、韩 甚至台湾都呈现衰退 可以看出 美国全面性制裁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 美国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墨西哥、加拿大、欧盟和东亚盟国 产业别不限于科技产品 更扩大到传统的化工塑胶产品 对中国是双重压力 中国前两个月进口芯片676亿克 比去年同期下滑26.5% 这也是中国20年来芯片进口首次下降 在对照中国对台湾进出口衰退最明显高达27.9% 进一步比较 台湾的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今年2月公布 2022年台湾对中国出口前十大产业发现 高客机类包括机体电路、记忆体等 都呈现一成到五成不等的衰退 郑振秉分析中国宣称AI智慧制造5G、6G电动车、太空科技逐渐领先全球 然而关键零组件大多来自台湾 中国经济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 出口衰退消费端也不见起色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大生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现在能做的就是拉抬民间需求 目前仅占GDP不到40% 但是中国封城期间需求减缓、储蓄力大增 一批失业没收入的新平出现 不能期待解封后 中国超额储蓄率下滑马上转移到消费 他认为中国需要像金融海啸 挹注4万亿人民币那样刺激经济 但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表明不搞大水漫灌 丘达生表示 中国去年经济成长近3% 解封后国际机构乐观预估中国今年的成长率 多半落在5%到5.5%之间 但是中国政府选择比较保守的5% 目标应该能达成 因为如果连续两年顶的目标都未能达标 对共产党执政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未来一年中国半导体业向全球招揽80万专裁 有台湾的财经网红说 没有人回去 因为除了半导体的关键软硬件技术被卡脖子外 美国还颁布了认知中国公司会被制裁的禁令 使在中国工作的资历成为未来进入美国科技业的绊脚石 中国半导体业将需要外籍近80万的专裁 超过本土人才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曾在中国工作10年的台湾财经专家胡彩平 在脸书直言根本没有人会去 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虽然中国一般开出至少台湾三倍薪水的诱惑 但是以他从半导体业所做的了解 他们今日更不敢赴中国工作的原因 是美中科技战的问题 这些人他是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过去 可是他们现在都觉得很担心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回不到美国系统的公司了 像譬如说他曾经在华为工作过的话 那他还能再进到美国公司吗 去像英特尔 像IBM 微软什么这些公司工作了 胡彩平提到 尤其去年10月12月 美国发布了禁令 直接禁止美籍人士在中国半导体工厂工作 中国半导体公司不能找美国人 台湾人更为抢手 但台湾人才也怕中国的资历 反而成为了难以翻身的黑历史 人人自为 胡彩平说 中国半导体可说是台湾人帮中国人建立起来的 现在中国发展半导体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挖台湾人 而且是要挖整厂的工厂一线的干部 他全部都有台湾人 所以当时他挖了200多个人 就从台湾搬家过去 还有已经在大陆的 整个工厂才很快做起来 像长江存储 此外 胡彩平提到 中国所需要半导体的硬体设备 软体设计等等 都被制裁 禁止贩售 你没有这个环境 网络环境 没有这个工作环境 没有软体 没有设备 什么都没有 那你要怎么工作呢 胡彩平另外指出 中国公司内斗的非常厉害 政府投入半导体大基金 之前抓了很多人 如曾经狂言要并吞台积电的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去年失联 一整串的人马被抓走 涉及了贪污国家补助款 胡彩平分析 不要说80万的外籍人才 要找到8万都很困难 有8000个就算很了不起了 胡彩平说 现在技术优势 仍然在美国 日本 韩国 台湾这些国家 逾真上游的人 还是必须选择 美国系统的公司 加上设备 软体 高阶晶片 人才的制裁 就算真的有心 要步兴大中华 真的也是五米之吹 去了不是像蒋上义一样 被逼着搞高阶设备 就是像梁梦松一样 准备首颗晶片 那还不如留在新竹园区 偷偷帮华为做系统 再转卖过去赚得多 谁要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 去了什么都没有的 中国半导体公司呢 此外 被称为AI芯片第一股的韩武器 突然爆雷 传出了亏损 持续扩大到11亿 有财经报道分析 韩武器巨亏的主要理由 是持续而且巨大的研发投入 对于中国半导体的前景 台湾经纪研究院 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我请同事代读 中国面临半导体人才 供应不足的问题 更缺乏有实际操作的大将 指标团队 预计中国半导体专业人才缺口 到2025年将扩大到30万人 显然 目前中国半导体业存在人才总量不足 人才流出严重 高阶晶片人才稀缺 企业抢人氛围充斥 厂商招募人才困难等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 台北报道 中国的住房问题 成为网民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 官员大谈解决住房问题 说中国年轻人可享受幸福的生活 更有人大代表建议为三孩家庭提供免费公租房 这些言论都上了微博热搜 详细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房地产发展前景被受各界关注 住房和城乡监视部部长霓虹 周二在出席人大会议之后表示 中国房地产的供求在疫情后已有改善 今年初总体的商品房价格平稳 房企融资改善 相信住房供应平稳能提振新兴 大力支持 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增加保障性住民住房的供给 和长住房的建设 重点解决好 青年人新市民的住房困难问题 让他们能放开手脚为幸福生活去奋斗 中国的人大代表陈南表示 应该利用公住房鼓励生育 他认为家庭的孩子越多 越要有政策减轻家庭的负担 例如优先处理 有孩家庭的公住房申请 提供租金的优惠 有三个未成年孩子以上的家庭 可以免费入租公住房 霓虹和陈南的说法 引起大批网民讨论 均匀成为微博热搜 有网民表示 房价不降 年轻人难以有幸福生活 又说听其言观其幸 政府不要只说不做 有博主质疑相关建议的可行性 以及是否会引起不公平 公租房在我们国家来讲 更多的是国家强制力 来保障低保低收入家庭 那这一部分资源 是不是因为我生孩子多 我就能够挤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如果说敢生三孩的这种家庭 他是不是真的很在意这种公租房呢 是一个问号 已经是两个孩子之父的许先生对本台表示 他的太太工作和事业发展不错 早已拒绝再生孩子的要求 不小住在城市的年轻夫妻都与他们有相同的想法 不想生太多的孩子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 又说农村的土地多 生孩子与否 住房问题不是考虑的因素 认为官方代表的想法不可行 公租房呢 只能是在大城市里面 既然这个人已经来了大城市 觉得他会为了一个免费的公租房去生孩子吗 不可能 补助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对于在农村贫穷地区的 没有权利意识的那些家庭有用 那里面的夫妇呢 可能愿意多生几个 但是他对孩子的教育会怎么样呢 国家需要怎么去扶持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时事评论员方言表示 官员和人大代表建议是一箭双雕 试图解决中国目前最头疼的问题 也显示他们盲目相信 只要有住房保障 年轻人就能拼工作和生育 是太脱离群众的想法 生育和住房确实是系统性的中国问题 土地的私有制呀 互聚制度的废除呀 市场经济的实行呀 法治社会的实行呀 给予人们足够的自由 权利的保证 这个前提从来不做 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 只是在这个标的 素的场面来秀秀博博 他又说 官员和人大代表建议 如同口号 并没有推出具体的方案和时间表 也是让公众对前景没有信心 不想拼工作和经济的原因 就要这电台记者陈止飞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3月8号恰逢38国际妇女节 全球各国都在庆祝这一节日 但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女性的平均月薪 要比男性低1253元 平均只有8689元 这个报告是中国求职平台 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3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 报告也指出 男女薪酬的差距在逐年缩窄 2019年 女性比男性薪酬低23.5% 到了2023年 这个差距只有12% 报告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女性的职场价值 在逐渐得到认可 一群中国疫苗受害者 星期二通过网络 发出至全国人大的公开信 提出了 遏制公权力 打击报复疫苗受害者的提案建议 公开信说 最新产生的第14届 全国人大两会代表名单 直到2月底才曝光 并且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疫苗受害者们 被迫公开发表建议书 建议书说 这些受害者常年寻求 因为疫苗接种 而治伤治死的赔偿 但能够拿到赔偿的 都只是一小部分人 而他们去投诉上访 却常常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报复 甚至被绑架到黑监狱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消息人士说 美国计划于本周五 也就是3月10号 取消对中国入境旅客的 新冠检测要求 这项要求是1月5号 通过拜登政府的 一项指令发布的 当时中国各地出现了 新冠感染潮 美国政府当时认为 中国政府对疫情的信息 缺乏透明度 执行人士透露 美国政府目前掌握了数据 中国的新冠感染病例 和住院死亡人数都在下降 相信相关信息 比以往更加丰富 各位听众 这次迪亚台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